一觸即发 我们并肩作战 新手连的星辰一道光 聚散黑暗 决心吧 让力量凝聚成信号能量 挥洒吧 没地感 火热发射对战 爆发出炙热的火焰能量 收光家园 捕捉住每一种奇异幻想 变起信号 决心吧 让力量凝聚成信号 能量不退缩 不躲闪 谁不可挡 第27集 星辰的决议 滴滴族唤醒四大凶兽 攻击圣猎联盟 为了阻止他们的邪恶计划 我们找到了上部装备 新要连射装置和连射弹夹 提高连射能力 同时 神龙幻化为火焰护盾和冰金护盾 提高了防御能力 可是 凶兽太强大了 我和新兽们必须汇聚所有力量 使新能神枪升级 凯颜电爆轰天神枪 一起守护新兽世界吧 魔兽 云星天下 上级 正当新城要打败赤怒邪兽时 罗曼抢走神枪 使得凯颜兽受伤 被赤怒邪兽带走 新城和其他新兽伙伴 为了救出凯颜兽 也跟着他来到了地鼓足基地 我必须想办法出去 阻止罗曼他们的行动 发生什么事了 这 这难道是第二只凶兽 赤怒邪兽 死 侯后 我把赤怒邪兽 释放出来了 你们快救救我 你们快上去救他们 不要走啊 我来救你们了 大家一起做滑踢吧 凯颜兽 阿电 雷光兽 玄木兽 你们在里面还好吗 星城 我们没事 凯颜兽要好好休息 恢复能量吧 我会好好照顾凯颜兽的 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是新兽猎人呀 没办法看到需要帮助的 丢下不管呀 大家快逃啊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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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我要将你们都疯兴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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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小虫子都给我出来 地震是从那边传来的 我感觉星城有危险了 金雀兽 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开炎兽的气息了 快送我到星城那里 远处有强烈爆炸引起地震了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快走吧 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联盟了 你没事吧 天哪 整个基地被毁灭了 星城 都怪你 要不是你 他才不会这样做 罗曼 你太过分 前面要不是你捣乱 星城早就将他重新封印了 如果你们选择相信波琪 而不是利用他 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 你知道我们根本没办法控制凶兽 如果将他们解封出来 可能会连我们地底族也被消灭的 我已经跟星城约定好了 要一起守护世界的 守护 你只知道破坏 你以为你是新兽猎人吗 你只不过是地底族培养的战士 那 星城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让你改变这么大 星城是我的朋友 总定我相信他 你是在嘲笑我吗 我看你还可以得益多久 去哪 吃弩邪兽 你不是肚子饿吗 我带你去圣猎联邦 那边有更多好吃的 没错 那边的更美味可考 绝对符合你的胃口 能不到你们指挥我去哪里 你们快躲开 你 你又救了我们 我说过了 我是星兽猎人 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去哪里阻碍我 你们快走吧 这里就交给我吧 我看到他对星兽的爱火 他面对凶兽的勇气 还有他给朋友的温暖 薄器 我明白你所看到的了 哼 别以为你这样做 就可以弥补地面人 对地底族的 够了 红后 要不是我们太固执 不听薄器的劝告 好 地底族现在 也不会变成这样 现在星成在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还是那么固执 都是我们的错 嘿嘿 先让他们陪你们玩玩 你们越举望越美美可口 星虫 我们来帮你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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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光兽 躲开 哇 他居然不怕赤弄邪兽 还在往前充分 哼 他就是在逞强 星成能守护星兽世界的决心 已经强大的 他不怕任何困难了 来吧 隐冰兽 雷光兽 用神枪的力量 来解决他们吧 globe 土工兽 雷光兽 七畸 眼神 星寿 变身 星兽 练人 只是在 trap 能力量 吗 什么 卡 那 与兵新药神强 暗灯宝宝 小虫子还有点能耐吗 但是没用的 多方宝货 阿殿 用你的穿透力攻击 来突破它吧 我来了 小虫子 星药神强 金城 我们也来帮忙 雪木兽 你没事吧 小心啊 兵兵兽保护大家 你们做得很好 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赢了 他 他战胜了赤怒邪兽 算他走运 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感受到这些能量 很强大 明从黑暗的耗力 狙击黑能量 纷射其他能量 阿殿 阿殿 云兵兽 你们怎么了 我们身上的能量 好像被抽走了 现在这里只有暗能量 现在这里只有暗能量吗 你们绝望吧 越绝望越好气 可恶 可恶 战 能量 可以迎对的 看颜兽 那就拜托你了 看颜兴耀神枪 这只是开始 让你看看我身为四大凶手的绝招吧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要快点阻止它 看颜兽重伤 加上这里空气排斥 神枪的威力被压制了 感受绝望吧 还给你们 星球 还吸走了我们的双能弹 是个护盾防御吗 但是不足够 会对我们更不利 哈哈 你们射击越快越强 我们反击就越多越强 好 可恶 不许瞎碰我的同伴 嗯 难道还不够绝望呢 嗯 嘿嘿嘿 呜 Mickey gre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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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是最美味的 啊 是你们 我才不是被你所谓的同伴之情打动 我们只是不想有人在这里受到伤害 尊者 哦 终于赶上了 听诚 我将我身上最后的御龙之力都给你 只有凯岩电宝轰天神枪 它的属性才能突破这暗属性的限制 好的 凯岩兽 来吧 好 接风来自原谱神龙的力量吧 御龙之力 注入炙热斗志 神枪升军 升级完成 凯岩电宝轰天神枪 凯岩电宝轰天神枪 一道光 越闪越笑 天并肩藏在我们的翅膀 现在轮到你了 没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了 发出破天的龙效吧 凯岩电宝轰天神枪 凯岩电宝轰天神枪 其他人 从此第六方 中国人体重颤 倒舞 最大 最大 很大的 凯岩电宝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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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我们做到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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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成 我知道我们 做 做错了 嘿 谢谢你们呀 全靠你们帮忙 我才可以挡下 赤怒邪兽的攻击 全靠有你们 才可以成功封印他 你们要抱抱他吗 啊 星成 啊 立刻赶回联盟去 尊者 发生什么事了 真正的最大危机 即将在胜利联盟爆发 啊 最大危机 只有你和凯颜兽可以阻止 太迟了 哦 你们赶不及了 红衣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的最后计划 召唤最强凶兽的计划 关键就在薄旗身上 薄旗 薄旗 哎 不知道星成他们怎么样了 星成不传回消息就算了 想不到蓝叶叶 嗯 那是薄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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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成呢 星成和凯颜兽他们呢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等会儿再解释 先带薄旗去休息吧 嗯 该轮到我上场了 波奇被送往圣猎联盟治疗 可是他的行为举止却十分古怪 而另一边 星成从红罗那里得知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这个秘密是跟波奇有关的吗 敬请期待下集 波奇的秘密 MING collabora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